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還有開啟鈴鐺,讓新片可以馬上通知你 如果方便的話,頂頂廣告 我們先來跟進一下新盤的消息 新地在白石角的University Hill 2A 期 昨天發售191火 大概經過7小時,191火全數沽清 但新地將2A 期的貨收起了 整個2A 期有607火 現在大約賣了300多火 但昨晚雷霆整色整水 推出2B 期出來賣 這個項目有688火 包括5座物業12356座 首批單位138火,涵蓋1至3房 面積由293呎到729呎 以兩房佔的比例最多是有93火 而有47火用作專財人財現金回贈計劃 以積工計減15% 這張價單平均赤價是16288元 比之前的價單沒什麼加價 算是新地近期賣樓比較克制的一個盤 但值得留意 這一期的基座需要設置老人院社 因為投地的時候講明了這個條款 我近期所講的新盤大部分都是大逆紅盤 佔了近期市場一手的成交量 8、90% 我不是想推薦人馬 我只是認為它比現在市面上的新盤 性價比略高 譬如用差不多那樣的銀馬 去買一間南風新村 買一間淘大 買一間美夫 買一間德福 那我寧願會選這裡 因為我覺得它的勝算會高些 但是大市的方向到現在為止 以我的經驗我都是不看好的 千萬不要還用2010年到2020年 這10年間的樓市升幅套下去 接下來的10年 始終香港正正面對一個 百年未有的大變局 買樓就量力而為 最近和一個過了日本住的朋友聊天 聽聞日本也有意向加入搶人才計劃 對香港的人才非常之有興趣 我當然順便查詢一下 那邊的租金和樓價究竟什麼市況 他說租了一間五年左右的屋子 大概是550呎 另外有一個100呎的露台 是可以BBQ的 業主包了管理費 WiFi連車位 他跟我說是7萬日圓 即是4,200港元 我都嚇一跳 在香港租的車位都不止 而且那邊開車的油費 大概是香港的一半 如果你在香港想租一間大小 沒有半身樓 就算租三十幾年的屋苑 再加一個車位 怎樣都要兩萬多 而且那邊有類似 香港舊時租管法例 如果沒有欠租 業主是不可以隨便加你租 和趕你走 他說那邊的人的買樓意欲 是不強的 反而是香港和大陸人過租之後 才辣著火頭 他還跟我說 他居住那裡的agent 都很客氣 你打算看過一間樓 你網上找過一間 他就只是和你看過一間 如果你想看第二間 自己在網上找個第二個agent 約一個第二個時間 近日市場有消息 鄧成波家族委託測量師行 放售兩項酒店項目 交為大型觀塘月品海景酒店 這個在2007年落成的 樓高32層 屬於區內少有的大型酒店 房間大約200呎到400呎 之前曾經做過房液酒店 項目在3月份的出租率高見95% 平均每晚房價500元 物業的估值大約23億 平均每間房價值385萬 另一間位於葵涌的旭日雅捷酒店 這間在2018年才改裝完成 規模比較細 房間只有170個 項目的出租率在3月高見100% 現在市值大約5億 而另一個鋪王有小巴大王 知青的資深投資者馬亞摩近月頻頻沽貨 最新以6400萬賣出一個 大角咀埃華街的地舖 物業是大角咀大同生村大方樓地下 3B至4A號鋪 面積是1641呎 最近以6400萬賣出 租客是萬寧 租這個鋪位超過20年 租金大約是16萬 另外這個訪問是大華銀行 大中華區行政總裁 葉洋施明 接受Business Focus 訪問時表示 銀行之間都希望能夠盡快控制加息 他說加息過急 令到他手頭上的客戶承受很大的壓力 他說利息過高 個人的入息追不上通脹的時間 他擔心會造成社會滯後的問題 他留意到部分客戶面對接連的加息 已經感到很辛苦 叫苦連天 為了在高息口之下 減輕負擔 甚至被迫把手頭上持有的良好資產都要賣出 他說經濟發展有拿不同的企業做不同的投資 開拓新的業務 但利息過高會減低企業投資的意欲 既然銀行定期存款已經這麼高息 更加不會做其他的投資 對香港的前景 他相信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 但要全面復甦的速度 仍然指望全世界的息口走勢 我相信那幾個鋪王 都是面對業太所講的問題 四叔李兆基有一句口頭禪 他說做小生意就怕虧 他說做大生意就怕吃 即是怕息 再來講一講二手的涉養個案 第一間是長沙環的AVA61 有間低層F161呎納米樓 賣了304萬 業主一2017年用了358萬買入 次貨六年賬面虧了54萬 即是一成半 第二間是將軍陸日出康城的LP6 有間兩房單位 二座高層D524呎 賣了792萬8千元 業主一2018年用了858萬買入 次貨五年賬面虧了65萬2 相對半身樓來講 尺價151萬 還要是高層 算是低 另外這間也是LP6 不過名讚實市 這間是五座低層K室307呎 賣了505萬 業主一2018年用了491萬 賣入次貨五年賬面賺了14萬 但如果計算洗費又要虧幾萬元 如果這些半身樓內籠保持得好 可以織住 我覺得它又抵得買白石角 這些尺價與配套都贏那邊 再来这间是沙田第一城的39座高层H304尺 卖了528万 业主2020年用了580万买入 次货三年账面蝎了52万 数到第五间是马湾的柏丽湾 有17座低层支339尺 卖了438万 业主2019年用了488万买入 次货四年账面蝎了50万 去到第五间这间就大件事了 在北角的柏惠山有个三座高层H77尺 卖了2100万 业主2020年用了2443万7千买入 次货五年账面蝎了343万7千 其实柏惠山是不是去到这么差呢? 我觉得就不是 主要是因为新世界当时卖一手 有很多买家是给他借了八成案揭 由他自己的财子公司负责 原本的买家可能打算三年之后 出回正规银行做案揭 但谁知道就撞正疫情 没办法脱身 还有很多业主要供P家的息口 所以变成人踩人 另外柴湾的香岛 西贡的奥隆 都是面对同一个情况 另外中原公布了最新的楼价指数 是报165.08 按周下跌了1.3% 连跌三周总共1.97% 数据指出创了8个星期的新低 重回2023年3月初的水平 主要是由于复活借长假之后 买卖双方出现拉银的局面 二手成交转淡 楼价短暂受压 我认为无可能在这个礼拜跌1.3% 和其他行的数据有些出入 但当你拉银的时间 其实地产就希望会爆边 要是硬夹买家上 如果买家都坚持不上 唯一的方法就是坐业主 我相信他现在的箭头就打算坐业主 另外这单时事新闻 内地官方发表最新的报告 直指美国中央情报局 以网络攻击各种手段 策划大量颜色革命事件 在数十年来至少推翻 或者试图推翻超过50个合法政府 引起动乱 但美国当局只承认七中 中国外交部呼吁美方能够停止 其实美国一向都很多事 他和中国的价值观当然是不同 最多管闲事就是帮中国抗日 他们是会向全世界输出普世价值 包括民主自由 而且往往会露见不平拔刀相助 其实颜色革命是一个负义词来的 不是一个贬义词 亦俗称叫做温柔革命 我问了最老实的check gpt 看看他怎样回答 他的答案就是颜色革命 是指一种以非暴力手段 争取政治变革的社会运动 其名称常以一种颜色来命名 这些运动通常都是因为 对政府的不满、腐败、滥用权力 并透过公民抗命、罢工、示威等方式 要求政府改革或民主化 他的结论就是颜色革命成功 向现代文明提供一个重要的启示 即是透过非暴力手段 实现政治变革的可行性 民主制度的重要性 以及技术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 根据check gpt 的说法 整件事都是好东西 不知是否有人容纳不了才妖魔化他呢 另外国安处在今早就持法庭的首领 去到元朗检取一宗港区国安法案件的证物 在今日的下午就发文表示 他说今早就持法庭的首领 采取搜查行动 在元朗检取了一件 和一宗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有关的证物 就这样听到他以为执了一支大炮 还是执了一些导弹 原来不是 据了解他今早原来在家道理中心 剪走了早前在港大移除那些国商之处 今天就讲到这里先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 欢迎免费订阅留言 请点赞和分享 最后再开个小铃铛 如果方便些 或者鼎鼎广告